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报告 2021年元旦的晚间新闻 首先是国际消息 2020年过去 2021年来临 在持久营生之制 由于疫情的危机 很多国家以灯光秀和线上音乐会的形式庆祝 有别于往年成千上万宽天起地的人群涌上街头的热闹场面 在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俄罗斯 基本上是以这种方式迎接失眠 有些国家也采取了烟花秀的形式 但不允许居民外出观看 这种慶祝形式也包括美国、南美和澳洲 国际航天站上的两名俄罗斯预航员 通过视频向地球上的日门祝福失眠 不过 照片显示 中国的武汉有成千上万人戴着口罩走上街头 在倒计时的一刻 等气球升上天空 中国人气最高的湖南卫视跨离演唱会 在海南岛的海口市举行 从视频画面上来看 变成人头湧湧气氛热烈 在台湾 自从出现首例英国变体病毒之后 一些院士宣布跨联活动取消 改为线上转播 最受注目的是台北跨联晚会 预期举行 但因为疫情有升温趋势 管制人数从8万人减少至4万人 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体育场 举行了全国祷祭的仪式 有灯光兽和电子烟花兽 以及简单的舞蹈表演 历时两分钟 除了表演者不允许观众进入 民众只能在家中的电视机旁边收看 这行活动 从原理计划的博物馆广场 迁移到约翰哈罗伊夫体育场 得以继续进行 在陆导弹马斯河的上空新旧交替时 随着号声响起 空中出现了2021年的字样 还有心灵等各种团案 配上音乐 在荷兰的一些大城市 也有类似的活动 英国首都伦敦认来了新的一年 以灯光和焰火兽的形式 向抗击疫情中的国家卫生局员工 和其他重要人物致敬 泰布斯河的上空被焰火一照亮 在灵雨运动场 上方可以看到灯光的投射 由于采取了严格的疫情措施 伦敦居民没办法在街上观看这个节目 不得不在室内的电视上观看 当一个小孩的声音说 多谢你NHS的英雄时 NHS的标志就出现了 还有一百岁的英国退伍军人 汤姆摩尔的图像 他在花园里面走来走去 就囚集到3300万英镑 作为抗疫之用 看看其他消息 葡萄牙接任欧盟邻值主席国 新年以此 葡萄牙和德国首席 接过了欧盟理事会邻值主席的职务 任期是6个月 面对着严峻的新冠疫情 新邻值的主席国 任务也相当艰举 新任主席国葡萄牙的口号是 开始行动 重建一个公正绿色数字的欧洲 葡萄牙政府将负责落实 欧盟的新冠疫情经济援助的方案 葡萄牙首相弗斯塔 发表推文表示 从德国和默克尔总理手中接过接力棒 葡萄牙感到荣幸 也感到责任重大 今年下半年 接约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是斯洛文尼亚 直布罗陀成为新军区的一环 西班牙一名外交官表示 就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 几个小时之前 签署了一项协议 直布罗陀将成为新军区的一部分 以确保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界畅通无阻 代表马德里、伦敦和直布罗陀三方协商人员连续工作达成了这项协议 避免英国海外领土 直布罗陀和欧盟之间产生新的硬边界 造成两边商与的中断 西班牙首相桑切司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都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欢迎这项协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在去年最后一天的报告中说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超过8300万人被新冠病毒感染 超过180万人死亡 在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311万感染的病例 美国的疫情最为严重 其次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作为一个欧洲国家 法国感染位居第五位 新冠病毒在2020年杀死了181万人 美国的死亡人数也排名第一 然后是巴西、印度和墨西哥 排在第五位的是欧洲意大利 有一个小小亮点 就是全世界已经住了近4700万人 比利时佛内蒙特区莫尔的老人护理中心 死亡人数继续增加 一名受病毒感染的义工 12月4日 办成性尼古拉斯老人访问在这里 容易是给大家送些礼物 但却引起了病毒的大爆发 170名居民中很多人被感染 至今为止 已经夺去27名居民的生命 一个星期之前 死亡人数仍然是13人 这位姓尼古拉斯老人是其中一位居民的儿子 也是这个中心的义工 他经过所有房间 给每个人送他一份礼物 一位死者的妹妹 声称要起诉这个狐狸中心 因为在没有保证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擅自举办这样的活动 性人的身体接触了每个老人 欢迎回来河南 河南国王威廉·亚历斯兰大和海牙市长范泽伦 昨晚对海牙的一间医院进行了工作访问 国王请医生和护士 谈论他们在新旧资交的经历 他们告诉国王 今年急诊室比往年要安静得多 虽然荷兰各地仍有为例延况爆涨烟花 甚至焚烧汽车 袭击紧急缓载人员等现象 但基本可控 需要紧急服务出动的数字下降了20%至30% 看看疫情的数字 荷兰感染和转数字下降 但医务人员能不能提早注射疫苗 有待观察 今天荷兰疫情的最新数字 共有2660名新冠患者住院 昨天是2828人 其中有703人接受重症盖户 昨天是724人 今天感染数字也减少了 8215人 少过上星期的平均数 虽然 今天新冠住院的数字下降 但根据荷兰国家住院协调中心负责人 傅伯斯说 夏揭论还为时过早 前晚傅伯斯在电台节目中向荷兰内阁开火 希望星期一就为医院中医务人员注射疫苗 因为这个在内阁的接种计划中并没有安排 而医院中的情况非常危急 昨晚荷兰疫情致富表示 原则上可以对医护人员提早接种 疫苗接种项目的经理 范菲利特说 从后勤的角度来看 这是可能的 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一个政治决定 荷兰卫生顾问委员会 现在建议 疫苗主要用在老年人身上 任何让老年人以外的群体使用了疫苗 都直接以增加老人的疾病感染和死亡数字为代价 说得非常严重 好,今天的新闻 就报告到这里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